那你知道耶誕老人的來源嗎 耶誕老人我記得就是從我窗外來的 還是從我煙囪來的 是嗎 那還有什麼來源 還要開門 喔 游來 游來 OK 他大概是以前摩馬帝國時期 某個地區的主教 他叫做聖尼古拉斯 然後呢他就聽到說 他的轄區裡面 有一戶人家很窮 窮到就是女人沒有嫁妝不能出家 他就半夜的爬到人家家的屋頂 然後從煙窗裡面丟進地下去 喔 因為是唯一的來由 唯一 就是 然後因為他叫做聖尼古拉斯 所以就是聖尼古拉斯 喔 Santa Claus Coming to town 為什麼我要看著你唱 你這樣怎麼會唱出去 第一支唱歌 總而言之一大老 就是因為聖尼古拉斯這位主教的關係 所以就是聖尼古拉斯就是他 然後但是耶誕老人後來就變得比較商業化 就是各國都有商機無限 對 可是以前聖尼古拉不是穿紅白的衣服 真的嗎 1915年的時候有一家飲料公司 為了行銷他們的飲料 就畫了一個耶誕老人 然後就畫他穿紅白顏色的衣服 然後但是那時候還沒有很紅 後來是因為有一家賣可樂的公司 然後也是用紅白的顏色 然後推出了一個就是 耶誕老人的行銷廣告 然後爆紅 因為因為那家可樂公司 本來就很普通 我現在腦海中中的他的行銷 然後所以 所以從此他就變成了一個 穿紅白衣服的老人家 所以他本來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主教 原來如此 因為耶誕老的傳說到處都有 對 然後後來他就慢慢的出現了一個 大家想像中他就是一個 白鬍子老人家穿著紅白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穿人家棉帽 是棉帽 但是你剛剛說那個 他來自於芬蘭的北歐國家 所以其實因為我們都在 都在北半球嘛 就是覺得我們的印象當中就是 就是耶誕節就是要很冷啊 然後他們就是冰天雪地這樣子 然後人依偎在一起 很有節慶的氛圍 可是竟然也有一個 北歐知名的國家 他們是過夏季耶誕 他們是在夏天7月正盛夏的時候 來慶祝耶誕節 而且是一群耶老們的聚會 他們去幹嘛 他們就是丹麥 經濟技能 經濟去撒錢幣的技能 對其實就是丹麥也是北歐國家 哥本哈根 好像當然就是他們首都 送信到哥本哈根 有個丹麥知名的表演家 他叫做特里比尼教授 1915年生 其實跟你剛剛說的那個 對就是 對阿很巧妙的 以他的形象 因為有紅白的顏色 然後幫著耶誕老人著色 然後推出 總之就是那個時候開始 對就是耶誕老人商業化了 對商業化了 所以從此開始 然後那時候就他們從1957年 就開始舉辦了一個 各地北歐的夏天 然後不分國籍不分性別 然後各個耶老還有耶誕小精靈 從迷路等等 然後就換成那個樣子 然後大家來到各本哈根 進行的 國際大的就是切磋 其實真的有像那個 你知道以前也沒有耶誕小精靈嗎 蛤 以前剛開始耶誕老人家 自己在家做手工 然後就是 自己製造禮物給大家 但是有Rudolf 對有迷路 但是也沒有Rudolf幫他送 但後來就是逐漸商業化之後 耶誕老人也聘用了 小精靈 小精靈 來幫他做工 原來如此 剛剛說的 在七月聖夏舉辦的世界夜老大會 好 是位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聖會啊 就是大家有小精靈啊 然後大家著裝 對Rudolf在哪裡 我們看看 有Rudolf 有我看到他了 可是現在是 這些不管是夜老或小精靈 還有Rudolf都變得真的是商機無限 真的喔 對啊 那除了像有這個 哥本哈根的七月的 他們這個聚會之後 焉老大會之後 也變成一個丹麥的 他們當地七月份的觀光盛事 之外